尊敬的法业总统 尊敬的非洲联盟文职主席阿兹瓦尼总统 尊敬的各位国家元首政府首脑代表团团长 尊敬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先生 尊敬的非洲联盟委员会主席法基先生 各位朋友各位嘉宾 春华秋时 岁务封城 在这收获的季节 很高兴 同各位新老朋友 首先我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 对大家的到来 表示热烈欢迎 中非友好穿越时空 跨越山海 星火相传 两千年 中非合作论坛成立 在中非关系史上具有重要里程碑意义 二十四年来 特别是新时代以来 中国同非洲兄弟姐妹们 混着真实清诚理念 携手前进 我们在世界百年变局中 肩并肩 手拉手 坚定捍卫 彼此正当权益 我们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 强筋骨 壮体破 累累硕果 汇集中非亿万百姓 我们在大灾大疫面前 同甘苦 共拼搏 书写了一个个中非友好的感人故事 我们始终相互理解 彼此支持 树立了新型国际关系的典范 经过近七十年代心情耕耘 中非关系 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面向未来 我提议 将中国 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 提升到 战略关系层面 将中非关系整体定位 提升到新时代 全天候 中非命运共同体 各位朋友 各位嘉宾 实现现代化 是世界各国不可剥夺的权利 西方现代化进程 曾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了 深重苦难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 以中国和非洲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 相继实现独立和发展 不断纠正 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不公 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迎来 七十五周年华代 正坚定不移 以中国式现代化 全面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非洲 也正经历 新的觉醒 朝着非盟 2063年议程描绘的 现代化目标 稳步迈进 终非共筑现代化之梦 必将掀起 全球南方 现代化热闯 普写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崭新篇章 要携手 推进公正合理的现代化 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 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 更要符合本国实际 中方愿同非方加强 支持各国探索 适合本国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确保 确保各国权力平等 机会平等 要携手推进 开放共赢的现代化 互利合作 是符合过国长远和根本利益的 阳光大道 中方愿同非方 深化 工业 农业 基础设施 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 树立高质量 共建一带一路的标杆 共同打造 落实全球发展倡议的样板 要携手推进 人民至上的现代化 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是现代化的最终目标 中方愿同非方积极开展 人才培养 减贫 就业 等领域合作 提升人民 在现代化进程中的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共同推动现代化 汇集全体人民 要携手推进 多元包容的现代化 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 是现代化的崇高追求 中方愿同非方密切 人文交流 在现代化进程中倡导 不同文明 相互尊重 包容共存 共同推动 全球文明倡议 结出更多硕果 要携手推进 生态友好的现代化 绿色发展 是新时代现代化的 鲜民标志 中方愿帮助非方打造 绿色 坚持共同 但有区别的 责任原则 共同推动 全球绿色 低碳转型 要携手推进 和平安全的 现代化 现代化 离不开 和平稳定的 发展环境 中方愿帮助 非洲提升 自主维护 和平稳定的能力 推动全球 各位嘉宾 中国和非洲 占世界总人口的 三分之一 没有中非的现代化 就没有世界的现代化 未来三年 中方愿同非方开展 中非携手推进 现代化 十大伙伴行动 深化中非合作 引领全球南方 现代化 第一 文明互建 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 打造中非 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平台 设立 中非发展知识网络 和二十五个 中非研究中心 依托非洲领导力学院 培养治国理政人才 邀请一千名非洲 政党人士 来华交流 深化双方 治党治国经验交流 第二 贸易繁荣 伙伴行动 中方愿主动单方面 扩大市场开放 决定 决定给予 包括三十三个非洲国家在内的 所有同 中国建交的 成为实施这一举措 中国大市场 成为非洲大机遇 扩大非洲 农产品准备 深化 电商的内容合作 实施中非 质量提升计划 中方越同非方 商签 共同发展 经济伙伴关系 框架协力 为中非贸易投资 提供长期 稳定 可预期的 制度保障 第三 产业链 合作伙伴行动 中方越同非方 打造 产业合作 增长圈 着力建设中非 经贸深度 合作先行区 启动 非洲中小企业 赋能计划 共建 中非数字技术 合作中心 建设 建设二十个数字 释放项目 共同拥抱 新一轮科技革命 和产业变化 第四 互联互通 伙伙伴行动 中方 愿在非洲实施 三十个基础设施 联通项目 携手推进 高质量 共建 一带一路 打造 陆海 联动 协同发展的 中非互联互通 网络 中方 愿为 非洲大陆 自由贸易区建设 提供帮助 深化物流 和金融合作 助力非洲 跨区域发展 第五 发展 合作 伙伴行动 中方 愿和非方 共同发表 在全球发展 倡议框架内 深化合作的 联合声明 实施 一千个 小而美 民生项目 注资 中国 世界银行 伙伴关系基金 助力 非洲发展 支持举办 2026年 清澳会 和 2027年 非洲杯 促进发展成果 更好 汇集 中非人民 中非人民 第六 卫生健康 伙伴行动 中方愿统非方 成立中非医院联盟 共建联合医学中心 向非洲派遣 两千名医疗队员 实施 实施二十个 医疗卫生 和抗虐项目 推动中国企业 投资药品生产 继继继维 继继续对非洲遭遇的疫情 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支持非洲疾控中心建设 提升非洲 提升非洲各国 公共共卫生 第七 兴隆会民伙伴行动 中方江向非洲 提供十亿元人民币 紧急粮食援助 建设十万亩 农业标准化示范区 派遣五百名农业专家 建设中非农业科技创新联盟 实施五百个公益项目 鼓励中非企业 双向奔赴 投资创业 把产业附加值 留在非洲 为非洲创造 不少于一百万个就业岗位 第八 人文交流 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 深入推进 未来非洲 职业教育计划 共建工程技术学院 建设十个 鲁班工坊 六万个 研修名领 共同实施中非文化思路计划 和广电视听创新合作计划 双方创新定 将二零二六年确定为 中非人文交流年 第九 绿色 中方实施三审的清洁能源项 建设气象早期预警业务平台 开展防灾减灾救灾 和生物多样性保护合作 设立中非 和平利用核技术论坛 共建三十个联合实验室 开展卫星摇杆 月球和深空探测合作 助力非洲实现绿色发展 第十 安全共助伙伴行动 中方愿同非方 建立 落实全球安全倡议 伙伴关系 打造倡议合作示范区 向非方提供十亿元人民币 无偿军事援助 为非方培训六千名军队人才和一千名警务执法人员 邀请五百名青年军官访华 开展中非军队 连演连训 联合巡航 实施助力非洲 摆脱雷患 摆脱雷患行动 共同维护人员和项目安全 为推动十大伙伴行动实施 未来三年 中国政府愿提供 三千六百亿元人民币额度的资金支持 包括提供 两千一百亿元人民币信贷资金额度 和八百亿元人民币各类援助 推动中国企业对非投资不少于七百亿元人民币 中方还将鼓励和支持非方在华发行熊猫战 为中非各领域无事合作 提供强有力支持 各位朋友 各位嘉宾 今年七月 中国共产党二十届三中全会成功召开 对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做出系统部署 这将进一步深刻改变中国 也必将为非洲国家 为中非共筑现代化之梦 提供新机遇 注入新动能 非洲有句言语 同路人才是真朋友 现代化道路上 一个都不能少 一国都不能掉队 让我们凝聚起二十八亿多中非人民的磅礴力量 在现代化征程上携手同行 以中非现代化 助力全球南方现代化 汇旧人类发展史上崭新化片 共同推动世界走向和平 安全繁荣 进步的光明前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